以這個解剖學來講 蘿莉塔跟乃格總經驗都是很正常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人體的結構 前面是氣管 後面是石道 對 因為氣管前面是硬的 後面貼著石道是軟的 所以你一個很大口的東西 你有時候是往前塞 塞住 所以你會吸不到氣 吸不到氣 你又嗆咳的時候 你又咳出來的時候 那一般我們咳出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是什麼 再吸一口氣 結果你咳一點點 然後你出來這個氣道的時候 你再吸一口氣就吸進 就跑到氣管裡面去 打算就開始要咳了 對... 但是有時候咳得出來 有時候咳不出來 所以變成就是說 如果說當乃哥你吃蛋黃的時候 如果你吃很小口 一定是不會這樣子 但是你一定是整顆蛋黃 反正就這樣嘛 就一口下去 對 所以又變成... 我不是整顆蛋黃 我是整顆蛋 太大口了啦 可以一口一口吃啊 擠啊 紅擠 不知道改是什麼東西要擠 又個性擠啊 對啊 生吞 像蘿莉塔你個人比較纖細 有可能你的那一個 整個結構就是比較細 所以它剛好一個角度的時候 你就卡住 就是回到我剛剛那個原理 你還是卡住 但是如果說你剛好是 長條形的吞下去就不會 但是也有可能是 那隻羊的復仇 對 我直去這個草墊點了 但是現在嗆到 我自己的案例是 嗆到這種東西 真的要很小心 然後我自己的案例 是一個40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是來我的夜診 那他是開始有發燒 然後他也是跟你們一樣 有進食過後 然後又喝酒啦 很High啊 但是他那時候就是說 他覺得他有吃到一塊魚肉 裡面有魚刺 那也像卡住喔 卡住之後 他覺得他有吐出來 而且裡面還有看到 一隻大根 大隻的魚刺 跟一隻小隻的魚刺 可是他來我門診的時候 他就說從那一天晚上 前一天晚上之後 一直到今天早上 喝水什麼都有點問題 然後晚上他來我這邊的時候 一量那個體溫是38 快要39度 對 所以就很奇怪 他也覺得很奇怪 吞不舒服 然後又開始有發燒 可是又沒有那種 感冒的一個症狀 我們就覺得不太對勁 就給他直接轉急診 那結果急診巴一做斷層 就發現其實他昨天 雖然有吐出一根大根 跟一根小根的魚刺 但是還有另外一根魚刺 直接刺在他的死道 好可怕 太可怕了 這一個箱旁邊 開始有一點發炎 難怪發燒 那這個病人運氣很好 因為我們進去 有請那一科 然後一起合作 就是本來胸腔外科跟內科 都有一起幫忙準備 萬一真的不行 就是要進去清瘡 那他就是把魚刺有夾出來 夾出來之後 直接送家務病房 把他的三天抗生素有降下來 因為這種東西 事情可大可小 你如果說很厲害很厲害的 種隔腔農氧 有時候得進去做一個 清瘡的一個手術 問題會更大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說 你嗆咳的東西 你有咳出來了 實際上尤其是那個魚刺類 有骨頭類的東西 你可能前兩天 你要好好觀察一下 如果覺得不對勁 要及早就醫 還有一種嗆到很可怕 就是吃藥的時候 對 我之前吃藥的時候 因為太多顆 然後又有膠囊 一次吃的時候 那時候卡住 不是卡住 那個膠囊 你沒有配水的時候 它黏到那邊 你知道嗎 黏黏的 你沒有配水 我跟你講 有時候想說膠囊一下 用口水咽 一咽沒有咽下去 然後就黏在那個地方 而且它很難化掉 然後就一直喝水 喝兩天 你還會覺得這邊卡卡很不舒服 真的很難過 那一種其實很危險 那種膠囊 其實它為什麼要用膠囊 其實它裡面的藥物 其實有一些 比較刺激的成本 會灼傷的 對 我們之前有遇到那種病人 就是膠囊黏在那邊 然後黏在那邊的時候 進去 它也是跟你一樣 覺得很不舒服 結果胃鏡進去看 其實那個膠囊黏住的地方 它已經造成食道的潰瘍 它就黏在那邊 把它藥效釋放出來 其實應該要 那個藥效進胃 胃的黏膜很厚 但是它停在食道 所以食道它沒有酸鹼去中和 所以它就變成有一點腐蝕這樣 好可怕 好小心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吃東西的時候就是慢 專心 最常遇到異物炎 就是異物梗喉 或異物卡道的時間點 就是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一天在看開票 是不是 一邊在那邊吃飯 不專心 對 這個時候最容易出狀況 真的還是要 要BOK 小口一點 真的 不要讓人家吃藥 好 我們看還有什麼狀況 好 還有就是 走入長拐道 平地也能跌倒超級糗 這個我想每一個人會發現 你從頭突然 一個狼狼眼這樣 對啊 很奇怪 那到底是不是人的 有時候他們平衡協調不對 國腳扮友腳 我是有一次 也是飛一個航班到印尼 然後中間經過新加坡 所以到了印尼的時候 已經很晚 大概12點多 可是印尼那機場 晚上燈不亮 就黑黑的 每個人都穿高跟鞋 然後拉行李 一腳踩下去的時候 高跟鞋剛好踩在那個水溝蓋 跟平地有個交接 它大概落差很小 很小 可是我剛好那個跟 就剛好踩在那個地方 就這麼一拐 我就坐下去了 天啊 然後我就 看一眼看看別人 沒有別人 趕快我同事嚇死了 趕快把我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 我就覺得好痛好痛 到了飯店 冰箱裡面都有可樂 就一直滾 一直滾 冰敷 對 冰敷 然後隔天早上 我的腳已經腫到 就是很大很大 就是沒辦法 鞋子進不去 那個飯店 因為是很好飯店 所以飯店有助站的儀式 他一看 他說 不行 你這要去照片子 然後去照完片子的時候 那個急神的醫師 因為印尼的醫師 他也是說 因為都是水 就是糊糊的 就照出來 就是整個是糊糊的 他說 你這個沒辦法處理 你要回台灣 然後我就 我就當下邊客人 就搭飛機回去 是 然後一路上 你就看了一個 穿著空服員的 制服 對 制服的人 坐在輪椅上面 然後被推輪椅 然後一路上 到了台灣更麻煩 因為我又坐輪椅又出來了 然後所有的同事 就看到說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然後我就很尷尬的 說就拐了一下 然後因為腿就已經腫很大 對 然後就一路上 就是跟客人一樣 就被推了輪椅這樣 到醫院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腫腿了 可是我沒辦法踩地 然後還有就是腳 腳不是走路的時候 會有一個彎曲 我沒有辦法玩 照了超音波才發現 我在這個小指頭的旁邊 有一個小骨頭 它是這樣 沒有 它已經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變這樣 斷掉嗎 斷了 然後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因為那個骨頭太小 你就讓它自己 就這樣長回去 也沒辦法開刀 也沒有 它就當下石膏又打回去了 所以就搞了大概一個多月 當女孩子好辛苦 你看看 還要穿高跟鞋 他們上了飛機就可以穿平底的 要打工 換打工鞋 但是他們下來 一定要有體態又好 對不對 都要穿高跟鞋 穿個起飽 跟真的一樣 幹嘛那麼辛苦呢 而且有的機場很遠那個路 對 那樣走 我太太覺得空鞋 我就想說 他們幹嘛 這有什麼 那為了他舒服 所以要下來穿個布鞋 也無所謂 對不對 其實他們一樣 公司的形象 而且他們還有排隊的 公司形象 主持人走前面有沒有 對 還好兩兩層屎 還好兩兩層屎 還好兩兩屎屎 有時候他這樣看 真的蠻好看的 對 沒有 真的蠻好看 對 其實像佩玲那樣子 就是一個外傷跌倒 不管是骨裂骨折 韌帶肌腱受傷 其實都要花非常久的時間 才會讓他變成好 可是剛剛乃哥講的沒錯 常常量嗆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時候也是 有些大問題的 是 就像我先有一個病人 30多歲 男生 有在運動 業務 非常的積極的一個人這樣子 對 他怎麼樣呢 他一年多前開始 走路常常就踢到 開始會亮腔 他都是左邊就踢到 老闆就罵他說 怎麼不專心 走路不看路這樣子 甚至拿飲料給客人的時候 還把他打翻這樣子 他也沒有辦法 他就是沒有辦法 他說奇怪 我已經很小心了 而且他本身體格是不錯的 一個人這樣子 直到他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半夜屁股會麻痛 痛醒 後來他就去看了診所 人家說這個要去看神經科 所以輾轉了 就到我這邊來 我就幫他做一個檢查 我就看他走路 你走路給我看 他正常走沒有問題 我就請他 那你踮腳尖走給我看 他一踮腳尖走 左腳就軟腳 這樣子 他沒辦法 他說對 我怎麼 因為平常人不會 踮腳尖走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穿拖鞋的時候 拖鞋有時候會掉下去 假腳拖的時候 他說是 上樓梯的時候 左腳會踢到門檻 他說是 樓梯砍這樣子 對 那我就馬上就講 神經的問題 就幫他安排一個核磁控症 這樣子 對 所以說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他就伴隨著痠痛麻無力 這脊椎的問題 他就開刀把他拿掉 他又變成一個很 積極的業務了這樣子 那我還有另外一個病人 不一樣 三十多歲的女性 他生完小孩之後 其實 生完小孩之後就是 你知道 女生很辛苦 生完小孩之後 回復要一點時間 這樣子 對 可是他老公覺得他怪怪的 怎麼走起路來 就像企鵝一樣 兩腳開開 手開開 這樣子 對 他說他不能不這樣走 不這樣走的話 他會不穩 他會不穩 他說好吧 那就沒關係 慢慢調整身體 調整身體 不對 對啊 過了半年一年的時候 他一樣會是這種情況 甚至常常跌倒 甚至常常跌倒 最後他 這時候就是來 先去外面的醫院 外面的醫院就一看 你怎麼腦水比較多 有水腦症 然後轉來我的門診 轉來門診說 你才三十幾歲 怎麼會有水腦症 我就幫他安排一個 核子共振的檢查 結果他是 先天上他的小腦 後如臥的頭骨發育不全 以至於他的小腦 散脫 壓到腦水的循環 造成一個水腦症 所以他的 整個小腦不平衡 所以他必須跟企鵝走 兩腳開開的 手開開的 維持他的平衡 等到水腦症之後 他甚至就是 會讓他什麼 講話就比較慢 然後人就頓頓呆呆的 那因為他是 頭骨太小 所以其實手術 也不用放什麼管子 我就把他小腦的頭骨 重新排列組合 給他擴建一下 這樣子 擴建之後 就防務擴建 我們擴建之後 就整個就通了 就好了 所以說其實 如果說走路常常提到 一個無力的情況 我們如果伴隨著 所謂肢體的痠痛麻無力 這可能的時候是脊椎 我們的脊椎神經 就這樣做骨神經痛 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如果只有單純的無力的話 可能是一些周邊的 一些神經肌有病變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肢體協調的問題 就像剛剛講那個女士 走路像企鵝一樣 不協調 東西常常不知道 手眼不協調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擔心 是不是腦部的病變 這就要很小心的狀況了 別忘了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